欢喜迎接马来西亚的魏赛节 在古境入境之后 是有来自各佛教团体的游行 慈离志工今年也沿路来进化街道 而在奔真县 慈禧仁则是在今年第一次的办理御佛 有一对的新人在举办完结婚仪式之后 是专程前来御佛祈福 许愿卡人人几乎写过 但御佛在奔真县文绿小镇是第一次举办 一部礼车抵达现场 让大家感觉惊喜也洋溢幸福 这个日子刚好降巧 又是说公共假日 然后又是这边御佛 御赛节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希望家人都身体健康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今天可以在我结婚当天来 感觉这个与佛 我觉得是很感恩的 有这个机会 虽然文绿目前只有六位慈禧志工 但感念佛恩 亲恩 众生恩的观念 大家努力借着活动深耕社区 在古晋每年魏赛节入业后 街道就是这样的庄严法喜 各个佛教团体一起游行 往年慈禧志工也在队伍中 但今年大家手上多了回收袋 沿街走 沿街捡食 把垃圾与可回收资源立即分类 这样的举动也让其他团体民众当场效法 垃圾不落地 随手做环保 把佛陀的慈悲与教化人心的愿 一步一脚印落实在古晋 大家新闻真神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